哈喽大家好 豆腐我们平常都喜欢吃 不管是生着吃 炒着吃 煎着吃 炸着吃 对身体非常有益 也好吃 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但是呢 没有想到 豆腐搭配上一些红糖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解决了很多家境的问题和烦恼 可惜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方法 既省钱又使用 今天就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方法 奉献给大家 新鸣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块石膏豆腐 在这里一定要选择石膏豆腐 不要选择卤水豆腐 因为卤水豆腐不可以用 必须是石膏豆腐 把准备好的豆腐 我们放到一旁 暂时给它备用 再准备三块的红糖 把它放到研究中 给它捣成粉末 经过几分钟 我们的红糖已经倒上粉末 把它倒入到一个碗中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豆腐 也放到碗中 把它们放到蒸锅上面 上面盖上一个盘子 再盖上锅盖 把豆腐在锅里面 给它蒸30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 把盘子取开 再把蒸好的豆腐 我们给它取出来 放到不藏嘴的时候 把我们红糖 蒸好的豆腐 我们给它吃掉 每天吃这么一块 连续吃完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有惊奇的变化 您别看这个食材 方法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里面包含了 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与结晶 它的作用一点都不简单 解决了很多家里的问题 和烦恼 省钱又实用 在这里 该说的不能说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这道朋友 欢迎打到评论区 我们一起探讨探讨 今天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谁有谁知道的好处 有多么的好 赶紧收藏起来 再加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